大家好,我是大刘 蚂蚁双树是一道四川名菜,很多人都爱吃 怎么做不粘锅,味道最接近正宗 今天我就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方法 操作简单,还好吃 首先红薯粉剪断,用热水泡发15分钟 正经的大蒜切末 中姜切末 我最爱的小米椒切小段 芹菜4根左右,切成末 这道菜不能少了芹菜 葱切成葱花,母花肉切成肉末 炒蚂蚁双树锅里的时间很短 我先配好料汁备用,食盐一小勺 白糖一小勺提鲜,生抽一大勺 老抽一小勺提色 现在粉条泡发好了,捞起 控干水分备用 再来看一下食材 粉条,肉末,葱姜蒜,辣椒,芹菜 配好点料汁 热锅放油,油烧7分热 倒入姜蒜辣椒末,炒香 再倒入肉末 翻炒边色,炒熟炒出油 然后加适量的豆瓣椒 然后加适量豆瓣酱,翻炒入味 倒入粉条 大火翻炒10秒钟左右 把粉条炒熟 再倒入配好的料汁 翻炒入味 最后加芹菜,葱末 翻炒大概5秒左右 炒出芹菜和葱花的香味 就可以起锅装盘了 这样一道美味的蚂蚁上树就做好了 这道菜只要注意食材的搭配 还有过力火候的把握 你也能做出来 快来试试吧 随手做美食 美食随手做 更多美食 请点击视频下方关注 美食就在你身边